近日由于曝光联想内幕的张杰先生被中信发展改革基金会辞退 引发了大家对中信集团的热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国仅有的三家正部及央企之一的中信集团 作为资产仅次于招商集团的四大财团之一 中信集团到底有多牛 说到中信集团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被誉为中国第一家族的荣世家族 这个神秘的家族可以说为中信集团的发展立下了汉马功劳 家族第一代掌门人是民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坊大王 荣德生和荣宗敬兄弟二人 解放前他们拥有14家面粉厂 9家纺织厂面粉产量甚至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当解放前些很多资本家都携款出逃时 他们却决定留下来并保证绝不变卖企业转移资产 是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家族第二代掌门人便是中信集团的创始人荣宜人 1950年靠美元潮爆发时 他便带头捐赠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 之后为响应实业强国的号召 他干脆把荣家诺大的产业全部捐给了国家 搞起了公司合营 1979年由荣宜人牵头 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主要负责引进外资 帮助国内企业发展 这是我国的第一家信托公司 也是央企中率先探索资本创新的公司 这便是中信的前身 在他任职的14年时间里 中信从20多人发展到3万多人 总资产超过800亿 2001年中国国际信托 也正式更名为中信集团 这期间荣室家族的很多子弟 也纷纷进入中信任职 其中就包括荣室第三代掌门人荣制舰 但2008年时 由于掌舵中信香港分公司的荣制舰决策失误 使得齐珠岛的澳洲项目受金融风暴影响 亏损达到155亿港元 任职中信集团的荣室子弟也因此受到波及 最终在2009年 荣制舰主动辞职 之后荣室家族子弟也纷纷退出中信 至此荣室家族与中信集团长达40余年的相伴 也正式宣告结束 而中信集团也在2001年正式改制为国有独资企业 成为仅有的三家政部及央企之一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中信集团在金融领域屡创佳季 逐步成为世界级别的资本大额 如今的中信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定举的 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 手握数十家上市公司 旗下一级子公司就多达175家 总资产达到8万亿 可以说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领域 中信集团均有所涉猎 国家公布的89个行业中 中信干了81个 集团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已让人无法想象 而这次开除张杰先生的基金会 只是中信集团旗下的一个分支 至于是否和集团有关系 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希望中信不要让百姓失望 也不要辜负了创办中信的初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